大家好,我是双双,现在是晚上的8点14 然后高速上有这个,呃,掉下来的东西 大哥这个车现在车胎爆了 警察来了,救援的来了 我们的车打着双闪,打着路障,我们停在路边了 然后现在警察过来了 本来说还有180公里就能到台湾,我们就能到家了 原计划是晚上10点半左右就能到家 但是现在这边,呃,副驾驶后边的这个车轮 现在就是这个车胎已经爆了 马路上有这个坑坑包包 还有这个掉下来的障碍物 所以我们就不小心给压到了 215,217,这儿呢 整个车胎都都漏进去了哈 压那个木柜上 压那个木柜上了 这是一个木方子 嗯,八达八达八达的 老公,你饿不饿 我还行,我刚才没爆胎之前我吃了点饼干 这位好也不速度已经停了 哈哈哈哈 啊,我只想回家 等待救援 等待救援吧 安全地,安全地 这开车也放了千万点注意 拖车来了 然后救我们来了 现在拖车来了 然后刮着空档啊 先把它烙上去 捞到服务区里边 去换车胎 现在是晚上的八点五十三分 我已经坐到这个车里边了 长这么大第一次坐救援车 什么事都有第一次啊 我跟你讲 大哥第一次体验无人驾驶 第一呢 干嘛怕这救援车给人甩飞出去 自己放脑,睡觉 你确实到家 十分钟 十分钟就到下一个服务区了 然后到时候我们去拔车胎 去换新的车胎 什么 大哥 嗯 采访你一下 你刚才害怕没 最后一直来 怕啥还怕啥呀 没怕呀 那你再说耐爆了 你有啥害怕呀 哈哈哈 挺好 这是后台 还行 这安全第一 咱们今天晚上能到家就行 别着急了 慢慢来 我在葫芦岛高速跑 把车给我们拖到这里边 刚下高速跑 就不被我们拖了 不管我们了 然后就是告诉我们一条车胎八百五 或者是一下子三百六 车胎车胎 和这个救援那打电话是八百五 你联系着了吗 三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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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你二厘 给你二厘 的 礼拜里差五百块钱 哎不说这个道路救援是免费的吗 高速上不是免费的 高速上不是免费的 那咱们有那个商业保险不是一年有两次免费的救援 那是在下边 香道上 高速上不是 哦 现在道路救援的来了 来给我们换车胎 大哥要把这个轮胎盖要抠下来 给补点光 拿钥子了 拿钥子吗 你说拿钥子了 我那不好抠呢 你那个不尖 他就不好抠 你多点啊 十五个 但是一会我就给他带着 好了 一会盯着来就是啥的 行 把轮胎拉走去八胎换成新胎再拉回来 只能这样了我们还得接着等 今天晚上估计要12点左右能到家 越来越晚 现在晚上十点半 距离抱胎已经两个半小时了 这个轮胎刚回来 换胎 换胎 换胎就能往家走了 哎他里边的那个铁的那个东西是一样的吗 什么铁呢 千块啊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 那啥关系 是一样的吗 没换呢 没换呢 就剩几根螺丝的事儿了 没路咱 有盼头了啊 马上十一点了 日骑对吗 骑活了 回家 终于有盼头了 现在是十二点半 我们终于到家了 我们到家了 强哥还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 还得赶 强哥到家得两点 这一路历史 全国各地的朋友们给我们拿的好吃的 用的特产 加油 哎呀我们何德何能啊 你整这楼西啊 你得留点呗 有点注意安全啊 慢慢开 这家东西都卸这儿了 水也卸这儿了 啥也不要 明天要洗车 哎呀走吧进屋吧 东西里倒进去 这干的桃花呢了 看我妈给我们换的床带 换的枕套 等着我们回来 这一次我们一共走了八天 这是我们从2020年返向创业到现在 就唯一一次是我们两个同时出门 就是算是边玩边工作的状态吧 嗯 以后这种机会可能也不多了 鱼双双 就因为这次要回山西 所以鱼双双才 跟我们去的 以后鱼双双可能就不过去了 再出差就是我自己 或者我跟强哥我们两个了 出去这一趟找了不少见识 建了很多大的牛场 这个都是对我们以后养牛 想往后发展 就是对以后的建设呀 养殖模式啊 就都对我们来说都是很新颖的 都是我们在学习 还是很有价值的 学习到了很多呀 收收收睡觉了就 好啦朋友们 几期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吧 明天早上五点起来看我们的大牛去 一路惊喜一路意外 拜拜